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后来我又看到最近这几天出了一张照片 这什么照片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是我们伟大领袖卡扎菲呢 即使现在兵荒马乱 仍然好整以暇 跟这个人 这个人是谁呢 是国际象棋联合会主席 一个俄罗斯人 怎么长得有点像中国人 有点像蒙古人 有点像蒙古人 是吧 在握手干嘛 他们下棋 我们看看他们下棋 看看这个卡扎菲下棋的雄姿 你不觉得他很奇怪 戴着墨镜下棋 我就看过那个就是片段里面 那影片里面 他好像有点看不清楚 那个棋子在哪里 不断的推那个眼镜 在找那个棋在哪里 卡扎菲老戴着墨镜是怎么回事 跟王家卫学的 王家卫跟他学的 他不一定每一次他都戴 但是最近是都戴 因为好像如果看见那个样子的话 透露出太多的信息 他到底现在比如说 处于轰炸这个地下 他是精神很溃败 还是说真的这个雄风游存 他是怎么样 他不想别人看到太多 遮掩眼 当然也有人的说法说 那会不会是替身啊等等 但这是别人传言了 就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应该是这样 戴墨镜有这么大的一个 戴墨镜的不光是王家卫 还有卡扎菲 对啊 很多人戴墨镜 很多人都戴墨镜 那个兵临城下 照下像棋 这有点空城棋 就是在向西方 在传递个信息 不要以为我已经被你们僵住了 我还可以随时解围 谢安 对对对 谢安 下棋了 你看多镇定我们卡扎菲 不过说起来人家是伟人嘛 伟人真的是不一样 那周易军去这个利比亚 还有几个阿拉伯国家 那都是有伟人的国家 那么凡旧有伟人的国家 他发现一个特点 就是有那种特别大的画像 是不是 来导演给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画像 你看 这个是在这个利比亚街头 我跟卡扎菲的这个画像 对对 就是在这个利比玻璃 你在哪 下面那个美女是谁 下面那个就是 你看我跟他相比多么的渺小 当然 你看这就有什么意思 所谓伟人的定义 就是他固然人格伟大 而且伟人的定义就是 他的存在 要使得别的人都萎缩了 都变得很 这叫伟人 而且他这种标准像也戴墨镜 这张他有的戴 他有的戴有的不戴 对我们再来看看下一张 下一张是 他那个左手上是拿的烟 好像是烟的 还选家吧 不曉得了 这个在巴林 巴林呢 这个是他们就是 这是一家三口掌握大权的 首相 国防部长 还有这个国王 是爸爸 儿子跟这个叔叔 那中间那个就是爸爸是吧 不中间那个是儿子 中间那个是儿子 你看不出来哪一个年纪小 不是 那是国防部长 在中间的不是最大的领导人 不是国王 他这张像是这样摆的 因为他的儿子现在就是 要那个继位嘛等等 要接班了 那么我就发现就 我觉得就很有意思 金融危机的时候 我们说有个叫星巴克指数 就是说哪个国家 那星巴克的这个连锁店越多 那他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就越深 是 我发现这次他里面有个画像指数 就是这些国家的画像越多的国家 这一次你就看到是超级不稳定的国家 因为画像是怎么回事呢 他总是说这个少数人 极少数人来统治大多数人这样一个模式 那么这样一种模式在过去几十年当中 在这些国家都是可行的 而且非常之稳定 到现在从超级稳定变成了超级不稳定 不说回这个阿拉伯国家 就你这个观察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伟大领袖画像越多 他这个国家就越容易出事 那么而且 画像越多要补充一句 画像里面的人越少 没错 就画像多不稀奇 主要是你这个画像多里面的人少 这个就是一个人类文化现场 对对 而且这个人往往还不往下传位置 你看像那个摩巴拉克 包括那个萨利赫 还有那个谁 那个卡扎菲 都没有往下传 他就早一点拍何家照 对对对 就是画像里面的人越多 把儿子塞一口给 把儿子的像是有的 但是他那个儿子 对 他那儿子的像呢 不跟他的像是在一起 是三个儿子的像单独出来 为什么呢 他经常上面写的叫 向伟大领袖之子之境 要分开的 但这个就有点 你学学人家朝鲜嘛 朝鲜你看 朝鲜他就算分开 他一定摆一起 他一定摆一起 这个所以很多人就说 所以巴林比较稳定 巴林现在也 他也出事了 也不行了 对对对 也出事了 所以很多这个外国记者 他们就说 利比亚是一个长着棕榈树的朝鲜 有那么严重吗 就很多方面的手法 就是他的这个统治模式 很多方面 确实有一点类似的 但是问题是我印象中 利比亚的资讯 好像比朝鲜要宽松多 自由多 对可以上网 经济也发展得好一点 对可以 他是可以上网 他是从03年 就是交出大规模 大规模上线武器 还有核武器等等 那个之后呢 确实是向西方敞开大门 有他就他有网络 但现在也都断了 最有意思我就发现 他们家家户户有卫星电视 家家户户可以装锅 不用人来管的 就每个人 没有人管 所以他就很有意思 你就变成 伪人不够伪 做得不够彻底 胸怀广告 他们在家里呢 都可以看到这个半导台 那么半导台在整个 这次战争当中 非常反动 半导台不是偏阿拉伯方向的吗 没有 但他是偏塔塔尔现在是 那在阿拉伯国家 那一部线也有两种势力 那么卡塔尔他这一次是 完全站在卡扎菲的对立面 就是敲着战鼓的 要向利比亚要进攻 而且反对派的第一桶油 就是卖给卡塔尔的 那么然后呢 这有意思是我们当中 就有一个新闻官 他有一次跟一帮记者 大家辩论的时候 他也反了说 我告诉你们 这就是卫星电视者的货 说我在家里 我妈都跟我说 卡扎菲为什么向自己的人民开火 他就是看着半导台 可见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 这伟人怎么回事 我跟我交他一下 我学习一下 不过说回来就是 我听说这个利比亚人 就是说他现在这个想法 就很有意思 原来我们心目中 就利比亚人好像都很爱戴卡扎菲 那怎么忽然之间 现在这个一反 就那么多人能够 马上就反过来呢 其实班加新那一边的话 从来也是反对他的 那么只是之前被压制 被压抑了 现在很多人还是很支持他 你去这个利比亚街头 你把这个话筒伸给他们 很多人还是疯狂的去支持他的 这是真心诚意的支持 但是很有意思 就是说你发现就是卡扎菲 他这个圈子里面 就权力中心最核心的那些人物 其实还没有叛变他 那么有一些我们看到 有些那个部长什么 那些还不叫核心人物 包括他那个外长 他其实一开始就 他并不算是最核心人物 他的核心人物是没有官衔的 这些人不用这个官衔 是跟他出来打天下 他一个这个部落里面的人 那么这些人呢 他有的是跟他就是这个亲属 那我们之前说像那个 像埃及像这个像这个突尼斯 以前就他们作为是亲信 对吧 后来这个大祸临头 然后就都飞走了 他这边根本是亲属 跟你拴在同一根船上的 所以他 是亲戚 还有一点呢 他包括你像那个非盟 就是这个非洲联盟 到现在很多人还是在挺 就是有些国家才挺他 但是也有些国家也是 这个其他而去 他跟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很多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之上的 你包括卡扎菲 他这个身边就他有一个翻译 就亲口跟我们说 他说因为他以前给这些非洲国家 两人就是他做翻译 他就发现就有一次呢 就有个国家 我们就不用公开说是哪个国家了 现在开始公开去支持 班加西方面了 他说这个人 这个总统 我当年亲自 我塞钱给他的 说那个钱呢 还不能这样子给你 放在一个牛皮纸袋里面 从地上脚踢给你 他说我当年踢给他 五万美金 但这个人现在出来 公开去支持班加西 要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接着见 其实说到这个卡扎菲呢 这个伟大领袖呢 也还是有很多的绯闻的 你知道吗 就是平常我们以前不是老说 他身边呢 有一帮美女卫队吗 我们昨天不是说过 阮先生帮他澄清过 他认得那帮女孩 他们都还真的是很贞洁的吗 那么我想说啊 就是你去了那听说 你也听说了一些 关于卡扎菲的一些 传闻满天飞 传闻满天飞 我们只能说 我特别有兴趣的传闻 因为你知道我们一帮记者呢 陈天被他们关在 那个酒店里面 陈天跟他们的新闻部的人 就是去打交道 还有一些包括挺他们的那些商人啊 等等 然后他们就也喜欢跟我们聊天 那么希望呢 从中博得我们对卡扎菲政权的同情 或者是支持等等 我们相互之间在套情报 也可以这样说 那么有一个人呢 他就说 其实卡扎菲本人呢 他虽然是一个穆斯林 但是他对很多这个西方式的生活 他是不介意的 包括给人民就是在生活享乐方面 很多的这个自由 他本人也是就是说 包括在民间有的时候 也有一些这个选秀啊等等啊 就是 选美吗 不是正式的选美了 他在这个方面 就是应该说比较的 这个自由度比较大 只能这样说 比别的伊斯兰国家 宽容 那你也是帮他选飞吗 这个就不能够说的太多了 因为我能听 我听到的信息只有这么些 这个人后来 后来就觉得 哎呀我跟你说的太多了 奇怪啊 这个是要说服周易军他们支持卡扎菲的 跟他讲一大堆 我们伟大脸秀还 显示他们这个卡扎菲比较开通 对比较清零 我有个问题啊 那一般的第三世界的这些比较伟人吧 通常他们拿赚了的钱啊 收挂来的钱都放在西方的银行里 卡扎菲有没有这样 有啊 那个高盛就是之前帮他做投资嘛 两年之前 他好像是200多亿美金给那个高盛去做投资 高盛两年亏了98%还是99% 后来把高盛赶出利比亚 然后说是他那两个高管觉得不要被暗杀 这绝对西方阴谋 西方阴谋 这绝对西方阴谋 用这种方法把他扎菲多垮 而且你看这个高盛怎么能给你亏99%呢 这个西方国家太不要脸了 你就是到独藏里去赌 我也不会输掉这么多 真是太过分了 在西方国家 所以他还是有钱放在那里 所以他那些亲信啊 可能瑞斯啊什么还是有钱 有 所以现在就说要把那些冻结的钱 要给那个反对派嘛 这个是他最心动的一件事情 听到说好容易从了那么多钱 对 不过说起来这些伟人啊 我觉得都有趣 就我看到历史上 拉丁美洲非洲有不少这种就是搞军事政变 上台的这种独裁者或怎么样 他们都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或者倾向 我觉得我看到不是说所有 但起码有像那一部分 就他是军人出身 他一辈子哪怕他现在当了领导人了 他那个军衔呢就定在是比如说上校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不做将军 他不往上 他不做将官 卡斯特罗也是 他是叫总司令 叫司令 但是他不会叫 查韦斯也是 就很多这种 而且他们还就是经常保持说 生活上都是很简朴 他住帐篷啊 或者说从来不换衣服啊 他也住帐篷 对 他的帐篷才有意思呢 他那个大帐篷外面 还养骆驼 养牛 还养羊 就是他有一篇文章专门讲到说 人们不要经常去享受城市生活 要经常回归土地 他那个帐篷是要就是回归大自然 所以他住过去访问的时候 他不但要带着帐篷走 连骆驼 牛羊都带走 这个叫农家乐 你不去帐篷 我有去过 你看过他那个帐篷里面 反正确实就挺美的 因为我们在外面就是经常闻这个炮弹味 但一进去是那个土的味道 然后是雨过之后呢 这个绿草的味道 当时觉得还真是蛮 就是蛮舒服的 觉得他是有一片天堂在这个地方 他们就是这些人呢 就是有人把他们称为叫 苏丹氏这个独裁者 你也听过这个词 就是说他们呢 因为他们一般是通过政变上台 那么他的权力架构 是在原有的这个国家的 就是体制那个上面的 但是呢他所有的治国目的 就是巩固他本人的这个权力 所以他也会有国会 也会有选举等等 但是他的权力 永远是凌驾于所有 就是这些之上 没错 所以你不要看他的头衔是上校 这个卡扎菲 他在这个利比亚人的这个心目当中 地位是什么 仅次于真主啊 所有的人会喊一句口号 叫做 什么意思呢 真主卡扎菲和利比亚 其他什么都不是 那穆罕默德那先知呢 我也问过这个问题 他们说先知是归类在真主那一类的 下来就是这个卡扎菲了 那么这个非洲的这个总统们 他们来访问的时候 他们也想到这个问题 把它放的太就太高了 没有这个别人地位 他们就把标语牌就改了 叫真主非洲和利比亚 别的什么都不是 但是那些人喊的时候 在那些人喊的时候呢 就是那些人喊的 忘了改这个口号 喊出来还是真主卡扎菲和利比亚 那如果说其他国家的领袖来 每次来访问 那他们那个路上的标语牌 就得重新换一遍 不不就是在机场里面 别的地方就不换了 对 不过我觉得这个你听起来 我觉得有意思就是说 他们这些人就是包括 我觉得最有名的就是 包括现在墨西哥 那个原住民反抗部队 那个叫什么来着 我一下想不起来 不是蒙面的那个 马可斯吗 对吧 马可斯吗 他不是也是永远叫上校吗 就他们永远不升官的 那么所有这些搞政变的 或者搞游击队的人的领袖 都叫上校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 就说明他们这些人呢 就常常想保 他们有点左翼色彩 年轻的时候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说想保持一种游击队身份 对 而且是庶民的 我是代表大多数人民新生的 我反抗这个官僚阶级的 我是驾驭在这个体制之上 但我又有一点在体制之外 没错 这样保持一个 而且是我是军事出身 但是我又不愿意标榜军事出身 我希望我是精神治国 是 这个是最高的理想 我是以德 而不是以军力 但是就得保证 他永远是正确的才行 他如果个人这种意志 当然他希望他是这样 他也希望人家相信他 不过我有点觉得就是说 他治国可能真的是误国 但作为人来说也蛮可爱的 这带着一群蜘蛛羊 住在这样的地方 他比一些马上就腐化的 这个人有点特点 伟大的秀都很可爱 我们经常说绝对的权利会自身 绝对的腐败 绝对的腐败 这句名言的后一句就是 伟人常常是坏人 Great man is always bad man 对 所以你说这些伟人究竟是好人坏人 比如说你说他们好女色 这点来讲 其实很正常 我们大家都觉得 这是他们的皇家之道 对不对 这个伟人必然都要这样 要不然算不上是伟人 不过我觉得还是 要证明自己各方面都会大 但是问题是说他另一方面 他真的想把自己 跟老百姓连结在一起 起码想法上是这样 所以他才能够凌驾于所有的体制 比如说利比亚式的民主 你听起来很奇怪的 他有时候会强调就是 卡扎菲就能够直接 跟人民接通了这个心灵感应一样 人民想什么他都知道 我封很多的最高的将领 但我自己不 我永远是上校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你们还说 这过瘾啊 对权力啊 这是最高竞技 没错 拼命争最高位置 这是第二种竞技 所以以后呢 我们就让子东来做这个主持 徐上校 然后让这个文涛在旁边 逗上校 乡乡三人行广告时候见 那么我们刚刚说到啊 就是我们讲了很多这个卡扎菲那方面的事 他怎么当伟人啊 怎么样后功加厉啊 如何如何 可是有一件事是我昨天我们节目的时候也提到过 但我仍然很有兴趣想再知道多一点 就我昨天不是提到他们现在反抗军里面 有一些是前基地组织的人嘛 那么这些人啊 他们过去呢是跑到过阿富汗 跟美国作战 有的还去过关塔纳摩湾被中情局囚禁过 现在回来了 回来了之后呢 现在忽然之间又很欢迎英美 那么很欢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那么去去对付这个卡扎菲 那这帮人是想什么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包括本拉登 他被打死之前 说他的最最后一段录影 他是呼吁阿拉伯民众去加入这场变革 去推翻他们所在国家的那个政权 就是颜色革命啊 对 本拉登也赞成了 本拉登的最后一段录影 凡是敌人反对的 我们一定拥护 因为我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他可能也是觉得 就是基地组织的这种这个思想 在他们现在应该讲 在阿拉伯国家不是最昌盛的时候了 渐渐在没落 因为这次阿拉伯之春 你看大家是一种个体意识的 这个觉醒 跟他们没有关系 并不欢迎他们 所以他反而要把他一种没落的 这个想法要搭上 现在时代的这个最主流当中去 另外他对各个地方这些掌权的 这些英美腐化的这些偷偷的 本来就是 他本来就不喜欢 比如说沙地 所以你要推翻这些人 穆阿拉克他也不喜欢 对 所以这个也符合他革命的目标 对他们来说这样才是有机会 但是我常常想 就是这些这个基地组织 包括在利比亚 他们能有多大的能力 将来能够想 能不能像他们想的 建立一个 就是符合他们理想的 一个伊斯兰国家在当地 他们治国是没什么能力 但是他个别小行动 就可以有大世界 恐怖主义的能力 搞一些意外 在于他的方法不一样 那出骑兵 这个方法不一样 一个911把你世界搞的 对对搞得很乱 所以这个卡扎菲这个事情 其实我是有两点这个 怎么来说 忧虑了 一个就是说很可能将来 又变成一种就是 你赶走个狼来了个虎 或者到过来 赶走个虎来了个狼 这种情况很多的失控 第二个就是说 就算卡扎菲这个人 再糟糕了 我本人也不喜欢了 可是我总觉得 西方这一次这样做 这样用军事行动 直接介入一个国家 来要改变一个国家政权 是违背了二次大战以后的 基本的国际规则 他们常常违背 这个不要紧 但这是很大 这是很大 以前他还找理由 比方说 伊拉克的时候 他找的理由说 你有大规模杀伤武器 到现在他们说 其实是一个欺骗 他们不成立了 对不对 南斯拉夫那一次 他们说你是种族灭绝 种族灭绝 可以牵涉到德国犹太人那一次 阿富汗那一次很简单 他说你是恐怖主义 总之他现在是一条 就是说你有一个东西 是违反全人类的 很明显利益的一个做法 我们可以来推翻你的政府 可是这次不是 这次他说是你自己 针对你自己国家的人 他是你国内里有反对派 国内有反对派这个理由 用过很多次了 朝鲜也用过 越南也用过 以前都是失败的 美国的干预只是要 他在哪个国家有两派 他帮的那一派一定是失败的 当然他那个时候 最里面是共产主义 所以他都是失败的 但这次又用回了 60年代这个老口 其实是 所以其实 这次我觉得 这回我觉得是这样 这回其实美国是 并不强 他在往后说 他一直不强 主要是法国很积极 除了是法国很积极 那就更 这就更坏啊 这就等于是大国之间有个默契 没有没有 我跟你讲 你的旧家园 我们就放你一马 让你去管管 我只都是这样 最近呢美国呢 已经很不爽了 国防部长不是才说吗 他们国防部长说 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不能老是我们美国人干 美国人出钱 让大家一直出力 对 这意思就是说 怎么都是你们 法国你们这帮人说 走 去炸 去炸 好 结果出来了 还是我往前冲 这什么意思啊你们 我美国现在钱都不够花了 但是你知道 法国去炸 去炸 这个大家谁都知道 因为北非是他的 旧的殖民地方 这个地方是他的家园 他是要保护他自己的 在地中海的一个利益 所有的这个 就是所谓叫 就是大国崛起 他必要考虑到 如何保护他 在海外的利益 就美国在 十九世纪跟西班牙去 打了一仗以后 把这个 把西班牙从古巴 这个赶走 这个会成为他 大国崛起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